他身高1米92 拥有着高大威猛的身躯 却是世人皆知的懦弱总统 出席拨黑的活动上 遭人致时袭击 他却卑躬屈膝求和 在美国白宫面对川普会谈时 他像罪犯一样被审判 受到如此的屈辱 他却一生不肯 后来疫情四女 欧洲各国的见死不救 让这位高大的总统在尽头前 含泪绝望地向各国求助 就是这样懦弱的总统 却在平平力挺中国 在采访中 陆斥西方凭空捏造的 中国威胁论 在国际上维护中国的主权 跟领土完整 在北约联盟的威胁下 依旧和中国合作建高铁 三次亲吻中国国旗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位懦弱的总统 在面对中国式表现出巨大的勇气 今天 就让我们来了解一下 这位中国的铁哥们 塞尔维亚最年轻的总统 亚历山大 吴七旗 吴七旗 1970年出生在贝尔格莱德 一个富有知识分子的家里 他的父亲是一名经济学家 其母亲是一名记者 在南兹拉夫的那个年代中 吴七旗可以说是 含着金汤式出生的孩子 因为他从小就受到了最优质的效果 以相当出色的成绩 考进了贝尔格莱德大学 大学毕业后的吴七旗 并没有直接探入政策 而是到英国留学和经商 后来 因为国内的形式动荡 吴七旗不得不回到南兹拉夫的部位 继承了父母的事业从事信用工作 这也让他结识了不少的政策精力 凭借丰富的人脉资源 和高达内门的外表 年仅23岁的吴七旗 加入萨尔格莱德基金 并成为意愿 开始了他的从政生产 在前辈扶持下 吴七旗很快在政策期的引起 2008年 吴七旗遇到了人生中最大的机遇 精英危机 吴七旗追随其导师 尼克利齐支持加入欧盟受到广而定支持 尼克利齐顺势大选成为总统 而吴七旗也成为塞尔兰亚总理 2017年 在祭祷师尼克利齐的体写下 吴七旗顺理成章地当上了总统 然而吴七旗过于顺利的总统之路 却让他成了温室中的花朵 年轻的他当上总统之后 在处理国家事务中频频做出软弱之举 以至于他接近两米身躯的巨人 让国民挂上了软弱总统的称号 吴七旗出席拨黑二十年大屠杀纪念日 遭遇当地居民抵制 在纪念仪式上愤怒的群众 趁乱投掷石头瓶子等 袭击吴七旗 他在保镖的保护下撤离纪念仪式 在遭遇袭击后 回到贝尔格莱多 吴七旗表示自己只是受到一点轻伤 没有大碍 他认为袭击者是有意而为的 实际上吴七旗眼睛破碎 身上多处伤害 他身为一国元首 代表国家出席活动 竟意外遭到袭击 但是却没有勇气维护自己的颜面 甘受七五 选择稀释宁人 不仅如此 吴七旗在初期美国白宫 解决经济交流发展的问题 被川普安排冷板凳 坐在狭小的小椅子上 卑躬居膝地坐着 受到了审判罪犯一样的对待 如此出仇的方式 吴七旗依旧选择 签下丧权辱国的合约 2020年9月 塞尔维亚总统吴七旗 受美国总统川普邀请到白宫 与科索沃总统签订 两国恢复经济协议 当吴七旗进入到谈判的办公室 摆在他面前的只有一张小椅子 此时的他们只有三个选择 坐下 离开 站着 他最终选择了坐下 否则塞尔维亚将受到美国的制约 而他也无功而返 很快 一张塞尔维亚总统坐在白宫 小椅子的照片流传出来 并登上国际列宋 在这张照片中 正是吴七旗在白宫中 坐在小椅子上受审的照片 这张照片流传出来没多久 俄罗斯的外交部发言人 扎哈洛瓦将吴七旗坐在小椅子上 受审的照片 跟电影《本能周》 撬着二郎腿的照片 拼击到一块发布在实相媒体上 海培文表示 如果被邀请到母国白宫去 并且椅子被放置得像是使劲一样 不管你是谁 镜像图片一样 撬了起二郎腿 该文章一发布 让吴七旗陷入了国际温柔的中心 塞尔维亚国防部长 愤怒之合扎哈洛瓦 吴七旗是欧洲各国中 唯一一个拒绝制裁俄罗斯的政治家 随后扎哈洛瓦就此时进行的道歉 他想表达的是 跳两国的情绪非常无理 应该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 美国川普搞这种外交小动作 就是通过贬低对方 凸显自己的第一名 吴七旗除了受到不平等的底级对待 还签向了丧之中的协议 此协议的主要目的 是让塞尔维亚与科索沃两国 恢复正常的经济交流 然而科索沃实际上 就是塞尔维亚国内的一股 无论不错的分裂层制 在西方强权的支持下建立了独立国家 在吴七旗签议的这份协议中 其中一条就是让双方互相承认对方 对于塞尔维亚这样一个主权国家来说 承认国内分裂的侍应简直是歧视大力 吴七旗此举 无疑是将塞尔维亚定在了持续中手 除此之外 在川普突然提到 将把大使馆牵制 以色列首都耶路撒老师 吴七旗黑起来 急忙分开心 回头看着所住那边 就连记者提论吴七旗 塞尔维亚与科索 未来的发展问题 都被美国内国人员替代很大 直到最后 吴七旗终于获得了十秒的发言机会 尽时面对美国川普的邀请表示感谢 一个主权国家的言论 触底送信 有塞尔维亚网友表示 他连协议都没看过 算哪文字在哪 简直就是塞尔维亚的耻辱 甚至偏向吴七旗 没武器 没底线的 面对外界的争议是 吴七旗回国后在记者采访中说 我不在意你张骨子 我甚至是没必要坐着 我可以站着蹲着 并且 对协议中提及的 不受信任的物质社会 表示中国的设备 是没有任何问题 不会拒绝使用中国的武器设备 就是这样一个没国际的总统 在面对美国霸权主义时 表现出巨大的武器 来捍卫中赛两国的关系 塞尔维亚不仅是第一个 对中国免签的欧洲国家 也是第一批支持 一带一路协议的欧洲国家 素有塞铁之称 就在网上曾火爆的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器 更是被网友称为中国的铁哥们 在新冠疫情爆发后 塞尔维亚全国陷入危急 疫情的严重已经超出 塞尔维亚的可控范围 几次向欧盟求助被冷漠地拒绝 绝望的武器器 受到匈牙利总统欧尔班的建议 含泪在镜头前向中国请求援助 他说欧洲团结是不可能的 疫情来临时能帮助塞尔维亚的 只有中国 面对武器器的振兴求助 中国迅速给出了答案 仅仅一天的时间 中国兄弟的第一批物资就送到了赛提手里 包含口罩 呼吸机 核酸检测试剂盒等抗疫物资 中国的援助之举 让武器器感受到了中国温度 不仅如此 在武器器发出请求后的第六天 中国的质疑专家就搭乘专机到达塞尔维亚 武器器亲自到达机场 并施以过水礼 以专家团进行碰轴力的最高理解进行接待 面对中国的援助 武器器在阶级现场再次流下了泪水 他含着泪花 深情地亲吻了五星红旗 亲吻中国国籍这样的行为 在国际外交历史中都是罕见的 武器器器的举动彻底感动到中国网友 网友们纷纷表示要武器器公开社交账号 募捐物资给塞尔维亚 渡过这次难过 武器器婉拒道 我们不需要金钱 我们需要的是中国兄弟的爱 塞尔维亚在得到中国援助 国内疫情迅速得到好者 武器器公开三次感谢中国 并表示中国是患难见真情的朋友 这次疫情的援助 大大促进了两国的友谊 使双方各方面的合作越来越多 为中赛未来良好发展局势打下了基础 抗疫救援后 我国得到塞尔维亚人民的信仰 中赛达成金融合作 帮助塞尔维亚建设铁路 在多年战略下 塞尔维亚的基础设施相当的无头 秉承着要发展新通路的原则 武器器表示想要建立一条 时速到达240公里的小时的高速铁路 欧洲各国的基础 只能建造出最高时速 地达80公里的小时的铁路 还质疑武器器 为什么要建造一条这么快的铁路 武器器非常不满意 便开始贷款向中国求 中国身为基建大国表示 十分愿意帮助塞尔维亚建设高速铁路 并且承包了整个线路的建设 我国的建设质量是毋庸置疑的 塞尔维亚总统武器器 与中国驻塞尔维亚大使 陈波视察铁路时 表示中国建设的速度与质量 远超世界构 然而就是中赛两国的合作 却引来西方国家的媒体 热意抹黑 北约成员国造谣污衊 中国干涉塞尔维亚内众 强迫武器器答应中国建设铁路 武器器在面对这些 凭空捏造的中国影响力威胁论 力挺中国 怒斥西方媒体 为什么要责怪中国 是我们请求中国 帮助我们修建这条铁路 如果你要责怪 责怪的人也应该是我 他表示自己会坚持自己的历程 不会因为其他国家 而影响自己的对好态度 除此之外 武器器还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中 公开证明中国是患难见真情的真朋友 武器器在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中 记者挑衅的质疑中赛双方的合作关系时 武器器直接打断记者的发言 不斥记者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没有人愿意援助塞尔维亚 而是中国站出来伸出援手 送满了呼吸机拯救成前上万 中国才是患难见真情的真朋友 武器器多次为了中国在国际上公开调兵立场 是敢于为中国发生的铁锅马 他将中赛友谊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塞尔维亚应该为有这样的总统而感到荣幸 他的泪水是为塞尔维亚的人民而流 给塞尔维亚人民带来了曙光 由此看来 武器器并不是软弱总统 而是将个人利益抛在脑后 是为国为民的好总统 武器器软弱总统的背后 实际上是弱国无外交 为了争取利益 武器器甘愿自己收入 只为国家换来经济增长 把国家利益放在个人利益面前 大丈夫能居能深 这才是真爷们 武器器在外交上与多国周旋 为了祖国崛起 忍辱负重 替国家争取利益 一心为了国家民众的利益着想 就国之己 放下个人尊严几次落泪求助 而在中赛友谊上 武器器是个铁血硬汉 武器器多次驳持西方强权 力挺中国 在公开场合上都是三谢中国 多方灵活的外交手段 可以看出其远见于智慧 不知道你们是如何看待武器器的 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探讨 如果想了解更多风云人物 可以到我主页观看往期视频 关注名人风云会 每天带你了解一位风云人物 视频制作不易 喜欢的朋友别忘了点赞转发收藏三连哦 感谢观看